今天是中国空军73周岁的生日 但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是 海军第四艘航母有可能较少 那么中国呢 1949年11月11日 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空军 到今天今年是73周年 中国呢 现在的空军也很强 咱们呢前两天因为讲了戒尔零 所以今天呢讲讲海军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海军今天有大事 海军入列了一艘小航母 两栖攻击舰 安徽舰 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命名的事呢 你会发现 中国的这个航母 大航母 小航母 小航母咱们就叫两栖攻击舰 就称它为小航母 因为从理论上讲 它也叫航母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啊 你们去查一查 最早的航母的定义 就是直通甲板 能够起枪飞机 这就是 这就叫航母 懂了吗 所以两栖攻击舰 其实叫小航母 小鬼子 就是把那个两栖攻击舰 改成航母 它以前叫两栖攻击舰 那么呢 我们说呢 中国的航母的命名上 基本到前面都是以沿海城市去命名 一开始我都以为 可能会按照沿海这些省份 一个省份命名一艘航母 后来发现两栖攻击舰 小航母也用沿海的名称来命名 那么中国现在都有谁呢 辽宁舰 山东舰 福建舰 这是三个航母 那么 前两天 前一段 去年开始出现什么 海南舰 广西舰 这两个属于小航母 就是两栖攻击舰 075 4万吨海水量 两栖攻击舰 那么 这回第三个两栖攻击舰 075出来了 叫什么 叫安徽舰 昨天的事 命名安徽舰 这个就有点 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前面航母的命名 明显都是按 沿海省份 那么这回 为什么来个内陆省份 那么还有剩下是哪些省份 沿海省份 没有用的 然后呢 第四艘 也许 而且是有可能是核动力的 而且还有可能是世界达到最先进水平的 最强的航母会命名给谁呢 今天连长就按照规律 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沿海省份 现在 海南和广西这两个省份 变成了两栖攻击舰命名了 他们已经拥有了小航母的命名 所以说他们很难再用于大航母的命名 安徽 也被用上了 那么还有谁没用 中国沿海的 咱们先剔除两个地区 河北和天津 他们也算沿海城市 但是 他们属于渤海 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 真的面条大海的话 他们还差点意思 所以最后 去掉辽宁 山东 河北 天津 然后呢去掉福建 海南 广西 最后剩四个地区 这四个地区分别是 江照护广东 相当于中国经济四强 山东建已经没用掉了 所以现在没用上了 这的确是中国经济四强 那么这四个省 省级单位 他们 肯定是 需要跟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 我要核动力 我要全世界最强的大航母 所以连长说 中国第四艘航空母舰 有可能是核动力 也有更大的可能是 有可能达到全球最先进的水平 有可能是最大的 甚至十二万吨以上的大航母 这个将是这四个省竞争的 而且这四个省 如果第一舰没竞争上 比如说第一艘核动力 没有我在这儿 那么我也可以命名第二艘 都可以去参与 那么连长跟大家说 最有可能的 第四艘核动力 航空母舰 有可能世界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最有可能命名的省会是谁呢 是上海 就是户 然后 后边才是广东 江苏 浙江这三个省 再去争其他的 航空母舰的命名 这就是连长跟大家说的 中国第四艘航空母舰 有可能叫什么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百分之百的说 在28年以前肯定会下水 中国有这个建军一百周年的 这个军事建设的一个目标 达到这个比较先进 比较现代化的军事 那么28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28年之前 第四艘航母肯定会下水 甚至有可能西装都会结束 就是26年 按照以前的节奏就是26年和30年 各下水一搜 正常建造三到四年一搜 这个是中国正常的速度 那么 26年27年 甚至23年 肯定会有第四艘航母出现 这第四艘航母很有可能是 河东林 也有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航空母舰 那么今天关于航母 咱们命名的事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